图书馆的价值是谁创造的? 是图书馆员?读者? 还是第三力量?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开始寻找答案。 这是一个普通的清晨, 大部分人都充满活力地醒来。 作为南沙图书馆的一名馆人, 末批圣女七点半就已骑着单车上班。 今天的她会格外忙碌。 为了迎接4月23日的国际读书日活动, 他们部门将举行内部会议, 研究如何对外发布一份有意义的阅读报告。 会议定在9点开始。 陆续入座的同事们都对这次头脑风暴的内部会议充满期待。 今年的阅读报告已经出来了一个初稿,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里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和想法。 从紧张的会议议讨论中不难看出, 他们对这份报告的重视。 一份对外发布的阅读报告是一份小型的研究成果。 人们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知晓本地区读者群体的需求特点, 比如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喜好, 不同类型的图书受欢迎程度等。 这对图书馆调整对外服务的策略有着重要指引作用。 雨天、寒冷时, 人们前往图书馆的欲望会降低, 所以在万物复苏的四月, 便迎来了读书的好时节。 南沙区图书馆提供给读者免费使用的临窗阅读空间, 今天来了一群不一样的读者。 沐老师,有读者有问题,请出来一下。 好,那就稍等我一下。 读者想在图书馆半户外空间进行阅读分享。 爸爸那里好几个小姐姐,我想去。 这些读者在户外开始了阅读分享活动。 整个空间顺时活跃了起来, 吸引了更多读者关注。 路过的馆员发现这有趣的一幕。 空间的利用与阅读推广原来可以这样结合, 这给我们带来业务思考。 一群人一个空间就可以分享所见所得, 真知灼见, 让空间价值呈现, 让馆内阅读氛围感更强烈。 家住图书馆附近的黄信利, 今年已经四十多岁了。 作为南沙图书馆的读者, 如今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南沙区图书馆阅读推广文化志愿者, 与他的水主诗文化团队 共同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曾经他是一名语文老师, 有着丰富的文学素养, 每月他都有在馆内参与策划和组织开展活动。 大家好, 我是黄信利, 我是一名咱们图书馆的老读者了。 那么在跟图书馆一起进行 这个愉悦的阅读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一同经历了很多美好的时光。 那么今年呢, 非常荣幸, 我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就是咱们南沙图书馆的 这个志愿者的服务团队。 我跟我的团队呢, 一起进入到南沙图书馆, 希望在阅读这一方面, 能够带给大家更多, 更新鲜, 而且更精彩的体验。 像黄信利这样的文化志愿者, 我们已经有二十多个。 他们本身就是读者, 现在却能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馆员。 看到这些, 莫批圣有了新的想法。 经过上午的讨论和这一天的工作下来, 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以往的《月亮报告》, 我们都是从图书馆的角度来解读这个读者。 但是换个角度来说, 我们这些所有的数据, 都是由读者以继续的参与, 以继续的计约, 才能够去产生的。 他们的一些建议也帮助我们改善了工作。 例如说, 像这些办公室外的空间, 如果没有他们来参与, 就只是一个单纯的空间。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 所以图书馆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图书馆。 也就是说, 图书馆的价值, 其实是由读者跟我们来共同去创造的。 那么我们今年的阅读报告, 是否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出发。 读者、馆员两种身份的切换, 背后体现的是彼此成就的欣欣相惜。 无论是一份报告, 一个阅读场景, 还是一个普通的志愿服务行动, 图书馆是一个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读者和馆员互相共存的精神领地。 没有两者的共住, 就很难看见图书馆作用在人身上的价值。 这可能就是我们寻找的答案。